大家好 这里是Peter亥语 我是郭老师 关注我不迷路 今天我们继续练词2500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生词是什么 第一个生词是带领 这是一个动词 带领 它的意思是带着大家 让大家跟着 领呢 是领导 所以带着大家 领导大家去做什么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服务人员带领我们去酒店的包房 老同学带领新同学去见老师 第二个生词 怠慢 这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呢 就是不太热情 就是冷淡 不热情 不周到这个意思 热情和周到呢 是形容词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注意一下 虽然它是不热情 不周到 是表示形容词的这个意思 但是怠慢是动词 一定要注意 是动词 那么它后面就可以呆 宾语 如果我们说热情 用热情的时候就是对客人不热情 而如果我们用怠慢动词的时候 就是它怠慢客人就可以 因为它是动词 后面是可以呆宾语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那家接待客人很怠慢 第三个生词 逮捕 这是一个动词 逮捕呢 就是抓捕 抓住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它呢 抓的是坏人 比如说逮捕罪犯 好人呢 我们是不用逮捕的 甚至动物 我们也不用逮捕这个词 只有坏人 我们才用逮捕这个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黑社会老大被警方逮捕了 偷车贼在路卡被捕了 第四个生词 担保 这是一个动词 表示负责 保证一定做到什么 或者保证一定不发生什么 这个是担保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他肯定能赢 我敢担保 在他的担保下 我才得以就业 第五个生词 胆怯 这是形容词 他的意思是形容一个人胆子小 不敢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叫胆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我突然胆怯了 他胆怯地逃跑 第六个生词 诞辰 这是一个名词 他呢 其实就是生日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词的 一般呢 我们是用在伟人 或者是我们比较尊敬的这种大人物 我们才能用诞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今天是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 因为明天是奶奶的诞辰 亲戚们都过来了 第七个生词 诞辰 这是一个动词 它的意思就是出生 但是出生呢 我们只能用于人或者是动物 对吧 诞辰呢 可以除了可以用在人身上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新事物或者新现象 我们也可以用诞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新的国王诞生了 昨天一份新的报纸诞生了 第八个生词 但忌 这是名词 忌指的是季节 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段时间 或是一个期间 淡呢 是指的 嗯 营业额没有那么高 或者是 某样东西它出产的特别少 所以淡季的意思就是 营业额不太高的季节或者期间 还有就是某样东西 出产比较少的这段时间都是淡季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秋冬 秋冬二季是游泳业的淡季 目前正值电影放映 淡季 第九个生词 淡水 这是名词 水 我们都知道 对吧 水 淡水就是 盐的含量非常低 或者是没有 啊 这个 这种水 我们就叫它淡水 啊 生活在淡水里的鱼 鱼九诗 淡水鱼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生吃淡水鱼 容易捞肚子 传员上岸补给淡水 最后一个生词 蛋白质 这是名词 而且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啊 就是人体必须要的一种夸合物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多吃鸡蛋可以增加体内的蛋白质 今天科学课上 我们学了蛋白质的基本单位 氨基酸 好 我们今天的链词2500到这儿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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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